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物 冰箱 汁 豚肉 豚肉 硬大蒜 大小 炒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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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火 中火 再放入水 中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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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作用碗 含了一盒 上碗 obs辣 煮汁 煮沸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要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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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水 煮 胡椒 煮 切成 蜜蜜 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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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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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茶巧克力 蟹菜 咖啡 蛋 大方 牛肉 蟹菜 骨盐 前三道菜 做法 芦草 切成 叶子 切成 葱 黃色的煎湯 煎湯 煎湯 翻炸 煎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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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棒 這次的影片除了分享我吃到的韓國特色料理還原食譜 主要還是想分享給你們顧剛出的安心鍋跟安心關的設備 那常常下廚的人就知道注意廚房用火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人有時候就是會健忘忘記關火 像我之前就因為忘記關火把一個鍋子用小火燒了整個下午 還好廚房沒有起火燒起來我真的算是比較幸運的 但是很多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啦 尤其是年紀大的長輩煮飯煮水更危險 常常會忘記自己在煮東西 然後就不小心睡著在沙發上或者是出門買東西等等 很多火災就是這樣造成的 輕則只是像我這樣把鍋子燒壞 重則可能把整個廚房或是家裡燒掉造成遺憾 那顧剛的安心鍋和安心關設計呢 我甚至覺得他就跟廚房會裝的那種火災緊燥器 應該是每個家裡都要必備的設備 可以事先避免掉很多廚房用火危險的發生 他們不管是自己買來用 或者是買來送給長輩 送給你的媽媽 送給你的阿嬤阿公爸爸 都是很棒的選擇 覺得這真的是很厲害的發明 阿嬤阿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